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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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雲哥 我現在在我們的飯店 今天我認為是最特別的一天 因為我們要去一個我最期待的地方 OK我們走吧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ơi各位這邊就是我們的動物園 現在去鮑魚什 OK 我們走吧 剛才那是剪羊毛秀 然後來賓可以自己上去體驗 但我剛才本來想要上去 就是有點小害羞 我們現在要看飛鳥秀 不過這邊的鳥應該要訓練有數 不像你剛剛看到那隻低智商的一樣 沒錯就是我們哥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別人家的鳥 來結束了 但是因為他們飛行速度很快 很多鏡頭都抓不到 所以 建議有興趣的觀眾 還是自己來親眼看一下 會比較好 現在準備到豹五味熊 帶大家看一下 超可愛的 現在後面全部都是人 全部要等著豹五味熊 對呀就試著入入看 應該可以回到 來 我們出來了 真的超可愛 那個毛真的很軟 它還蠻重的 好像一個小鷹耳一樣 然後 這邊會這麼多人 我猜是因為 在澳洲只有昆斯蘭州 可以讓人家抱五味熊 其他地方不行 所以我們很幸運 會有 有 這個體驗的機會 好 那我們就 繼續下一個行程 囉 這是鵝苗 這邊是沙袋鼠 叫Wallabi 前面超小隻的 它在吃飯 但是它的尾巴看起來好像老鼠 那邊也有一隻 我們上面也有一隻 大家有沒有覺得它很像皮卡丘 跟它超近 它好像不會怕而已 各位那邊有 灰袋鼠 它在喝水 我們現在要看 紅袋鼠 那種電視上 全集 很厲害 然後 聽說可以一腳 把人家的肚子踢破 所以呢 你要不要跟我打架 好 我可以勉強 開玩笑 跟它打可能撐不過幾秒 各位觀眾記得 不可以摸它的育兒帶 然後不要踩到它的尾巴 不然你會不會打得很慘 它在抓背 我們現在要進去鳥園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別人家的鳥 就是漂亮 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們要看到 有沒有看到 沒有東西 一個樹洞而已 剛才裡面是樹熊 那 我再去找一下圖片給你們 因為真的沒看到 我們等一下要餵鸚鵡 就是餵那個彩虹西蜜 澳洲彩虹西蜜 像這種 像這種的 很過分耶 你看那邊就一堆了 我這邊一直都沒有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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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吃飽了 所以 你們也不用太浪費時間 這一次人太多 所以 只有兩隻鐵瓜 有點失望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喔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按讚 分享 也訂閱我頻道 今天跟我們下支點 掰掰